我国央视官方前不久发布了一则宣传片 而其中出现的我军新一代轰炸机与航母 也着实吸引着大家的眼球 那么这两款装备到底能不能在今年正式亮相呢? 大家好,欢迎收看迷彩虎,我是虎哥 这段时间以来,网络上到处都在说 我国新一代隐身轰炸机,也就是轰-20的消息 这也不怪大家少见多怪 毕竟中航工业生怕大家不知道似的 不停在暗示轰-20的存在 如今甚至就连央视也参合了进来 就在前不久,央视视频就放出了一则宣传片 视频中红色幕布下的装备呼之欲出 最关键的是,展现出的装备还不止一件 而配文则是2021我们期待 难道说,官宣的意思是此次出现的装备 在2021年就能正式亮相吗? 细心的小伙伴们应该都注意到了 这一次盖在红布下的装备应该有两款 第一款从轮廓来看,应该就是我国的 新一代隐身战略轰炸机轰-20 和此前中航工业发布的宣传片相对比 可以发现两者非常相似 而后面出现的红色幕布之下的新装备 就比较有争议了 可以看到,幕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凸起 有人认为,这会不会是我国轰-20的垂尾 还有人认为,从轮廓来看 凸起的地方很像是航空母舰的舰岛 同时,其他的部分可以看到棱角也非常分明 很像是航空母舰的飞机甲板 虎哥个人觉得,还是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些 那么,这是不是说明 我国的红-20与第三艘航母 都将在今年某个时刻正式现身呢? 虎哥个人觉得有这个可能 我们先来说一说轰-20 目前啊,大家根据我军工部门透露出的消息 基本上都已经确定 轰-20将会是一款类似于美军B-2 或者新一代B-21的隐身轰炸机 气动外形方面同样会采用非意识布局 尽管这种布局存在难操控等缺点 但是在隐身性能方面 以及航程、载弹量上 基本上都已经做到了最好 而研制这种非意识布局隐身轰炸机的难点 一是隐身外形设计 二是动力系统 同时前面我们就提到 非意布局本身操控性就不好 因此这第三个难点呢 就是飞控 非意识布局的飞控 要是不靠谱 那真是分分钟就要摔飞机的节奏 而截止到目前 这三个难点对于中航工业来说 都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 隐身外形设计方面 经过了歼20战机的研制 我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隐身外形设计经验 同时也诞生了大批优秀的航空人才 甚至就连总师杨伟都说 我国在隐身战机的设计方面 已经进入了自由王国 同时早在数年前 中航工业就曾经透露过 我国已经解决了S型尾喷口的设计问题 这也是引轰所需要的一项关键技术 涉及到轰炸机后半球的隐身性能 因此这一点肯定难不倒我们 而在动力方面 我们也没有什么大的难题 假如说轰-20采用四发布局的话 由于飞翼布局本身升足比很高 因此不需要推力太大的发动机 国内能够使用的航发也不少 典型的就是涡扇10B 由于飞翼式布局不需要考虑超音速飞行 因此只要拆掉加力燃烧式 就能给轰-20使用 而美军B-2的航发F-118发动机 就是F-110发动机的无加力燃烧式版本 后者也是美军F-15、F-16使用的航发 而飞控就更不用愁了 轰-20的飞控再难设计 能有歼-20这种采用了压翼 结合边条翼布局的战斗机的飞控困难吗? 这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 对飞控要求最高的军用战机了 连后者我们都搞定了 轰-20轰炸机的飞控自然也不成问题 接下来则是我们的第三艘航母了 目前我们的下一艘航母的进展 还是比较顺利的 目前水线部分的舰体已经全部合拢 同时这艘航母基本上确定是采用常规动力 并不像核动力航母那样 由于需要注意核反应堆的安装 以及安全问题建造速度比较慢 因此从进度上来看的话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耽误 那么在今年就能下水西装 也不是什么值得意外的事情 可以说2021年尽管才刚刚开始 但是一条又一条的新消息 却已经不断传来 这也照示着中国军队发展的美好未来 一个接着一个的新装备亮相 也是引来了世界的瞩目 如今的人民军队 已经成功跻身世界前列 相信随着一代又一代军工人的努力 与全国人民的努力 中国距离建成世界一流强军的梦想 也必然不再遥远 يع自砭tim 并且 在那里